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GTU,我是SpecialCampo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主角麥可 那雖然今天不是飛行員 不過今天我們要用麥可來駕駛這架經典 就是波音公司出產最經典的一架 波音77-200型 這個飛機真的是蠻老的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大部分 很多航空公司應該都把自家 77-200型都退役了 因為這個年代真的蠻久遠的 這個我記得好像一開始應該是拿來當貨機使用 後來好像才開始慢慢開始有就是在載客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波音77的載客量真的非常大 它非常龐大所以一開始就是拿來當貨機來用 然後我們 這個我不知道崔弗的機場能不能降落 感覺好像不行 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然後我們會先到崔弗的機場試看看能不能降落 然後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再回到上闊獨 軍事基地 OK 上闊獨的軍事基地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 它這個低人身視角我們看一下 這個一樣也是非常經典 就是這樣子 OK 欸好帥喔 它GTA5 GTA5遊戲內建的飛機是那種一根搖桿的 它人物就會用兩隻手握在同一根 那如果是模組的話 我以為它會就是有bug 就是一樣會握在中間 結果沒有 它會隨著模組那個改變它的握法 還不錯 好那我們先起飛 這條跑道 很久沒有從這條跑道起飛了 因為這條跑道不知道是我的錯覺是怎樣 感覺好像比較短 然後起飛的時候就是那個 前面就是毒石有沒有 好拉機頭拉機頭 OK 然後收機輪 哇塞 欸欸 77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機型 好我們接下來起飛之後 就往右偏 因為前面有高樓大廈 好你看那個右上角又有一架飛機 好大概第一人身就這樣子 那爬升我們大概機頭拉高一點這樣子 因為通常飛機起飛之後 然後爬升率都還蠻 就是還蠻陡峭的 就是 親自 喔喔私人飛機 私人飛機 差點這樣撞 GTA裡面可是沒有塔台的 沒有塔台在幫你指揮的 OK 欸真的很帥 你看看你看看這個 在GTA裡面 在GTA裡面其實那個最享受的就是這樣子 一個人這樣開著飛機 然後心臟那個風景 我自己拉 那其他個人沒興趣的會覺得很無聊 那這個章姐可能對喜歡飛機 航空之類的 說不定會比較爽快一點 好這樣應該差不多夠高了 飛太高也沒有用 反正GTA的 GTA的地圖的大小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好 差不多可以偏向 然後等一下我們先試試看 那在降落之前量一下那個 吹斧機場 降落的可能性 如果不行的話就 直接轉往那個 山庫多軍事基地 山庫多軍事基地能不能拿 它 那個什麼 那個C130就有點勉強 那這個 77的基地又這麼長 山庫多軍事基地的大小 就連GTA-5內建的那個 噴射客機 就好像有點沒辦法 那軍事基地的太小了 畢竟那個應該也是拿來 給戰鬥機 或一些 小型的飛機降落 也不是拿來給客機那種 所以應該 不意外 吹斧機場大概是在哪個方位 我看一下 那個飛行員這樣子飛 現實世界是有那個導引 地面的那個雷達導引 不過遊戲裡面可是沒有 全部通通自己來 看一下機場 OK 不過現在轉的話還是太早了 有沒有要這樣飛 這樣飛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 飛很有那個感覺 不過你 你頭的轉向你要自己來 然後再加上你要 一邊同時操控飛機 真的有點 就稍微比較不方便 這邊差不多可以轉 這個機轉彎 然後同時開始可以 高度可以下降一下 第一人身降落 不要 我想要看那個 基倫著地的時候 沒關係啊 基倫著地的時候 那種感覺 真的 真的 順利的話 其實真的還蠻爽快的 最怕就是那個引擎有沒有 撞到那個樹 然後就直接整家飛機爆掉 之前還有幾次都這樣子 準備囉 差不多可以放 放棋油架 好危險喔 這好像感覺有點 真的有點大 應該可以勉強 稍微勉強可以 降太快了 旁邊那個 機場那個小塔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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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不會撞到石頭啦 喔不會不會 喔有有有有 稍微卡到一下 它這個停下來真的不是說能馬上停 就馬上停 欸安全 稍微有一點 卡到的樣子喔 看一下這邊的 喔真的有卡到 你看這邊的風扇 那個渦輪啊 剛才轉了好像有點不太正常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回到 我們就直接回洛生都國際機場 好準備起飛 不過剛才前面那個地方有稍微差到一點 所以盡早能拉 躲早拉機頭就躲早拉 不然的話我覺得整家飛機會爆掉 好我先起飛 所以 盡量靠左邊一點點 剛才是右邊K到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快速度快 哇你看 哇拜託這個 快快快快 哇終於 哇這急速拉機頭 你看你看 你看我們右邊那個 飛機的那個引擎 撞到 然後就變這樣 稍微修一下 應該就OK了 好沒問題 好 那我回洛生都國際機場了 通常這種 飛機的章節不會說很長啦 所以 後續如果有些介紹飛機的模組 大概都是這樣的情況 或是 比如說 有一些特殊的 玩法之類的 想 各位觀眾想看的話 也可以到留言下面 建議說 你們想看這架飛機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做得到的話 而且我覺得不錯了 我或許會採用 通常這種飛機就是這樣子 飛一趟玩一玩 就真的是覺得 不錯真的還蠻 蠻好玩的 而且又很帥 欸我沒記錯這架飛機 好像是一個可以灑水的模組 這樣子 我看它的風 那個照片 你看下面那個紅色那一塊 好像是說可以灑水還怎樣 我真的有點 喔有有有有 你看可以灑水 喔原來是空白鍵喔 喔這個是 那這個我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或許美國真的是 那個 這架飛機是 可能是救火或什麼之類的吧 什麼 救火之類的用途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我是看到它封面上有那個灑水的圖案 但我是就想說這架飛機真的能灑水 就真的就可以 欸好好玩喔 不過這個真的要準確灑到水應該 有點困啦 在遊戲裡面啊 現實世界當然是可以 因為遊戲跟現實世界不一樣 而且依照GTA5的邏輯 所以 那個一把火喔 通常要滅很久 就算你 你是 你光是用那個什麼 滅火器在那邊噴老半天 你這個火就很難滅掉 消防車來 消防車來也是 比如說爆炸著火的車子 在那邊燒 你消防車要噴好一段時間 火才會熄掉 那這個 通常這種方式的話 你就是快速的 飛機開過去 水頂多只是灑到一下下而已 也不能 就是 噴到太多水 這樣 在GTA5裡面應該是滅不了什麼火啦 我覺得 好 然後跑道了 有沒有 機長視角 這樣子 天氣晴朗的時候就可以這樣 很清楚的看到那個飛機跑道 那如果天氣壞的時候呢 那個地面的雷達導引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然後一樣降落在右邊的跑道 現在的科技有點進步了 我看 以後會不會真的是 進步到 飛機就連機長都不用 完全都是電腦來 真的我覺得有可能 不過 不可能是完全讓電腦執行 應該還是會有人在上面 這樣子 哇那如果是真的人在上面的話 那也是一個 也是蠻爽的 對齁 有問題你再來處理就好了 哇這邊這個平坦的地方降落是最爽快的 基本可以先放 來 沒事都要降 這邊降落都要避開 左邊這兩根 哇賽 後面跟著一架 後面跟著一架降落 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後面跟著一架 你不用這樣子呢 我先把你的位置挺走 我看你要挺哪裡 後面所說跟著一架 我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後面跟著一架 哇你這樣跟蹤我 這塔台也太刺激了吧 把一架班機排在我後面 我把你的地方挺走 看你要挺哪裡 怎樣 咬我啊 就這樣子擋再跑到中間 看你怎麼辦 欸他真的 他機長會不會下來 不會吧 你看 我就覺得GT5有個地方 就比較做的不太好 就是你看 我們剛才有透過可以看到 這架飛機747的模組 他模組裡面那個 引擎渦輪裡面的葉片都會轉對不對 那GT5內建的飛機 他的葉片就不會轉 所以 模組還是 有比官方還用心的地方 對不對 哇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撞你有沒有搞錯啊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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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哇 哇這個機長到底是誰 我真的要扁他 你會不會太誇張啦 這位 你機長是 怎麼烤的啊 你看看你看看這個新聞 有一個 洛勝都國機器場 發生機 飛機追撞 是讓你回 回老家 哇 這樣子會傷害到我們的747啊 應該是不會啦 順便炸掉 欸炸不壞欸 那這個輪胎會爆胎嗎 也不會 好 那這張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 一樣老人之希望的影片可以幫我們讚 那如果也是先來觀眾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GT5再見囉 掰掰 字幕提供